好 我是蓋伊 今天會來跟大家示範四種不同的引體向上訓練方法 以及這四種引體向上他們分別鍛練到的機曲 如果你是還沒有辦法拉起底下引體向上的話呢 可以點畫面的右上方 讓蓋伊帶你一步步的拉起完美的引體向上 那麼如果你是可以拉個五到六下的話 一般的引體向上已經有辦法滿足你了 那麼請好好欣賞接下來的影片 第一種正手引體向上主要鍛練到我們背部的機群為 大圓肌 小圓肌 背闊肌 明星肌 斜方肌下肌 三腳肌後屬 剛下肌 手部機群為 攻二頭肌 攻肌 攻勞肌 正手引體向上可以說是做為鍛練背部最好的健身訓練動作之一 有點在於它能一次性的鍛練到我們上次的多數機群 掌握繩子連結 讓這麼多的機群同時發力 以及全身的協調性 而且隨處都可以找到單槓訓練 非常的方便 但是正因為一次要用到這麼多的機群同時發力 所以它的上手難度偏高 而且每次訓練都要使用自身體重100%的重量來做訓練 對新手引領門檻稍微較高一點 正手引頂向上我會建議大家 握距離肩 寬兩個拳頭 上拉前先吸呼氣 上拉時挺胸並後收肩甲 肩膀下沉 身體微微自然後仰 盡量讓槓貼近你的上胸 下槓時身體慢慢回正 並放鬆肩胛骨 注意節奏 離心切勿過關 這邊跟大家分享一個小技巧 當你在握槓的時候 如果覺得每次都要握很用力 會分身掉的注意力的話 可以試著把全握改成半握 固定好指關節 將盪子放在同側 可以很好的把注意力放在背部喔 第二種 反手引頂向上 主要鍛鍊到的背部機群為 大圓肌 剛下肌 小圓肌 背迫肌 公位頭肌 公勞肌 公肌 相較於正手引體向上 反手引體向上對於手臂的需求 相對要來得高很多 所以如果你是那種 比較難抓到背部發力的人 你可能會覺得 反手引體要比正手引體 要來得輕鬆許多 因為反手引體向上 不用到更多的二頭肌力量 來向上抬起軀幹 通常頭肌會是發力的主導肌群 反手引體向上會建議大家 握具與肩寬相近即可 這樣的關節相對位置 有助於肌群的發力 操作起來也會比較順暢 訓練效果會比較好 上拉前先吸口氣 上拉時前胸 並後收肩胛 肩膀下沉 身體微微自然後仰 盡量讓槓貼近和上胸 下放時身體慢慢回正 並放鬆肩胛部 注意節奏提起切物過關 以上就是兩種最主要 以及最常使用的 股體向上拉打 雙正握以及雙反握 如果這樣還不能滿足你 接著下來 我會示範引體向上的變化式 第三種 對臥引體向上 我們將雙手握在槓上 這時候裙頭會呈現一前一後 上拉時我們將身體面向 靠近致近的那隻手 外側手可以伏住 這個宣動作是所有拉扯中 對手臂需求最高的一種 需要非常強大的封耳頭肌 封肌 封肌 封腦肌 以及背部的大小臉肌 單邊做完之後 換邊訓練 保持亮側和發展 我們甚至可以在做到最高點的時候 放開外側手 加強單邊離心的肌肉傷力 好的 來到了最後 第四種拉法 後兩的物體向上 這個宣動作是所有拉法 對於背部肌要求最高的動作 雙手握方的距離跟正握已經一樣即可 或甚至可以寬一些 都可以 大家可以自己抓看看 哪一種的過去感受度最好 常常是我們可以刻意將上半身向後躺 看著上方 讓整條脊柱保持中立 過程中你可能會遇到一些困難 就是下半身搖晃 導致無法順利後揚 這個時候就需要靠我們的核心肌群 來連接全身虛幹 保持穩定 雖說這真的不是一個 容易掌握的訓練動作 但對於無法上健身法 用槓信任的人來說 後移向上 真的是鍛鍊背部肌的福音 吸往吸後上巴 鼓氣慢慢下巴 感受過背緊張力 最後提醒大家 在重點鼓體向上的時候 盡量保持身體的穩定 這次需要用到我們的核心控制 如果你在來鼓體的時候 總數晃來晃去中圍肩 放慢速度 好好的感受身體的搖晃 更讓核心肌群發力 然後控制好上半身 下半身的穩定度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趕快找一次幹 來做訓練吧 有任何靈魂在影片下方留言 別忘了按下 喜歡以及開啟小鈴鐺唷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拜拜 那我們再見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